全国警察总长卡利亚布巴卡今天下午发文告指出 反恐组执法人员上个月21号到26号期间 在雪龙一带展开逮捕行动大有斩获 其拿7名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男子 当中4人来自野门 另外也有印尼中东和我国公民参与其中 文告指出 我国的41岁嫌犯和28岁印尼嫌犯 是在21号在首都甲洞落网 两人透露他们是接获头号武装分子摸摸结底的命令 准备在我国发动大规模汽车炸弹袭击 警方顺藤摸瓜 在巴打林赛也逮捕另外一名 以伪造学生签证入境我国的中东籍嫌犯 当事人把我国冲作中转站 准备安排其他恐怖分子入境我国 警方随后也在4名落网的野门公民身上 搜到多本不同国籍的护照和27万令吉 相信是用来支援恐怖组织的现金 一行人因为抵触刑事法点574暴力条文 落网查办 警方将原以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法 特别措施第747条文 以及1959-1963年移民局法令展开调查 和封易预讯人 participar 越南旎真在悟刻 새로운世界再特别ordon 建立 contre 童年圍 何封易四の允易 忄得 趣事林